台北市万华区有两方人马喝醉了 跑到附近知名的小吃店用餐续托 只是没有想到各自结账的时候 只是因为彼此雾瞄了一眼爆发口角 其中一名男子先朝着对方身上砸餐点挑衅 引爆了肢体冲突 就连快打警力到场了 一群人还是继续推脊互呛 场面相当失控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冲到马路上 就朝两人出拳狂殴 对方当然气不过出脚狂踹回击 两边就在大街上扭打成一团 旁人好不容易把他们拉开 但又爆发第二波冲突 还有人被压在地上打 沿路拉拉扯扯 只差一点点就被行经的垃圾车撞上 快打警力到场一伙人还是继续扭打叫嚣 你们在后面前面干嘛啦 你们警察我们警察 态度嚣张统统被带上警车 爆发冲突的地点就在台北市万华区 这间知名的枝高饭店外 因为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已经有超过四十五年历史 更是不少酒客续摊首选 打架是常常啊 就看大打跟小打而已 他那边常常会有一些酒客 在那边吃饭喝酒 这回双方都喝了酒 流行男子和对方三人 结账时互瞄了一眼 他先呛瞎看什么看 就朝对方先上大力猛杂热腾腾的枝高饭 双方因此爆发冲突 在马路上大打出手 三人不愿互提 伤害告诉 寻容以社会秩序为无法侦办 虽然两边互不提告 但当日警察的面都敢打架 被依照设违法送办 就后失控 不仅闹进警局 更惹来自己满身伤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